各位同学好,雷文老师正式在开多艺的线上班级了 这个课程强调每日天天学书给他取了个名称 虽然有点怂,叫多艺天天学,就这么简单 每一天呢,周一到周五就是一题文法,一题单字 再加上一题重要的片语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题来做举例 记得我们不只是解题,而且还要会英文 因为把英文笨熟才是我们一辈子受用最大的筹码 Mr. Johnson requested his intern,intern什么意思啊 我们在荧幕上面来看一下intern intern这个字呢叫实习生,啊我没放这个单字 intern,intern的话实习生,实习资格的话呢是internship 实习生,所以他要求他的实习生 诶,理论上会不会加2诶,no,其实这个不是句型 英文并没有request加2这个句型 request后面事实上最常用的用法是有个that 这个that他省略的代表这个intern是主持,是人 人要负责什么动作呢?打报告 on his deck在他的桌上by the end of the day 这个by很多同学都搞不清楚什么叫by 所以看文章也看不够明确 这个by是到今天结束的时候代表 到晚上在他的桌上他要看到报告 或者是不过他是要求在他桌上打报告 哎,管他怎么打吧,反正完成任务了 好,在这边答案要选什么东西呢?理论上这边是request 哦,我们再看下request详细利用法 各位猜猜看request动词还是名词 时间2秒钟,1秒钟,2秒钟时间到request这个字动词名词同一个单子 呃,大部分80%叫要求,就剩下的叫做80%叫请求,剩下的叫要求 当名词的时候,IGGX4呢,request for,request for 那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句型叫要命见尖主张请求 刘文老师有特别的公式哦 在一幕上我们所下载的就是内地他们所获得很多的这个pdf资源 这个资源你们看到在这边就写得非常清楚 要命见尖主张请求,这是我的说法 哎,父亲坚持他应该要结婚或每个主动词shoot可以省略了 类似的单子很多,他讲suggest,order,demand,command,insist,propose,等等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原来在这个选项里面,因为主动是shoot可以省略 因此我们要接的是动词原型叫type,type 不只是多译,托福,雅思,还包含我们的学测考试,指导考试 这都是一个避议会的句型requested 好,当然呢,他并不是只有这个单子,总共有16个动词 不过我们经读有12个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一题,我们讲的文法的讲解 到时候联盟老师会看,有时候声音档案讲解,有时候影片档案讲解 总之看讲解的方便,然后我们讲解的课程内容呢 哇,超便宜的,一个礼拜才200块钱,我有点后悔的定这个价格 周到周五的时候,每天一提单子,一提文法,再配合片语的讲解 好,讲解方式,我说过有影片档跟声音档看方便 那接着呢,这是学生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他们可以每天上传三到五句的朗读 我会揪音讲解的 再来,第三,每周末的时候有重要英文歌曲的单字讲解呢 读书读累了,到假日要休息一下 每周五晚上直播15分钟 这15分钟学生是可以说话的,会点人上来说话的 这样才会强调学习的效果好呢 特别强调阅读的重要 而另外有赠送空中一教师注意,不是文章是单字部分的讲解 因为我们毕竟要让大家自己探索文章的乐趣 好,找林文老师吧 如果你对这课程感兴趣,我们通在line里面上课 line里面上课,因为我的line变得非常非常的忙碌 我已经开了非常多的课程 在荧幕上可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淡淡的位置 对不对,很多的课程一定不断的在开班的呢 那在荧幕上你可以看到在右下角有两个图片 告诉你我的QR码 一个是我林文老师个人的QR码 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大群的互动 大群的互动群 就你现在荧幕上看到这边特别反色的是 BBC新闻互动群 那明天晚上就有直播课程咯 大家来看看吧 看林文老师怎么教多艺 让你们多艺能够拿下非常好的基础 我们云端再见 拜拜